这段节目要带您看访的超级景点就是阿尔罕布拉宫 在1984年被列为事宜 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安达路西亚地区的格拉纳达 有追韩剧的观众朋友一定知道 男神玄冰跟普信慧曾经主演过韩剧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那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更成功的让阿尔罕布拉宫 获得了亚洲观众的回想跟瞩目 但其实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也是吉他名曲 据说是西班牙的演奏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 在1896年造访阿尔罕布拉宫的时候 看见夕阳下的宫殿显得格外美丽 有感而发谱下了这首不朽名曲 我们就先来听一小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 阿尔罕布拉宫就位于格拉纳达 那么法国大文豪 如果他曾经胜赞格拉纳达说 没有一个城市像格拉纳达那样 带着优雅跟微笑 讲得非常之美 好 另外有一句话说就更直接了 他说如果你死前没有办法到 阿尔罕布拉宫的话 那么这辈子就算白活了 非常的白话文 好 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亚洲观众之所以对于 阿尔罕布拉宫也好 格拉纳达也好 魏索兮其实要拜男神玄兵之赐 为什么呢 他跟普信慧有主演过一个韩剧 叫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虽然剧评大家各有不同的 这个想法 看法 但是景色优美是毋庸置疑 其中有一小段让人印象很深刻 那就是普信慧 他在打工当导游的时候 介绍了一小段阿尔罕布拉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好 等于也带着观众浏览了 一下阿尔罕布拉宫 不过我们马上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你在西班牙非常久 对于这个 一定也去过阿尔罕布拉宫 去过五次 去过五次 把那边当作你家的后花园 没有 好 但是他在阿拉伯文的意思 我们知道好像是红色城堡 而且是在1984年 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可是很多人就会说 它不是白色的吗 为什么会叫红色城堡 到底红在哪里 而且据说知名建筑师 贝玉米武把他称作为 最喜欢的这个伊斯兰建筑 它的美到底在哪里 其实这个阿尔罕布拉 其实就是阿拉伯文的红色 但它全名应该说 就是红色的城堡 那两个说法比较主流 一个说法就是说 当时在盖这个城堡的时候 当时盖城堡的时候 因为晚上都会点火把 所以从远处看起来是红色的 所以就叫红色 另外一个是当时 第一个在格拉纳达建立王国的 这个穆罕默德伊班 它本身它是红色的胡子 所以它有一个 Eloho的称号 所以人们就把这个红色的 跟这个城堡结合起来 这个是主要的说法 那阿哈布拉宫其实 它这个很大特色 它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之外 比如说它有很多的宫殿 这个喷泉 还有很多的这个雕刻的 很多的这个阿拉伯经文 这些东西之外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它最主要是 它的防御公式 它的防御公式 它整个城堡大概 整个面积大概是这个 长大概700公尺 成一个长锥形 大概200公尺宽 那其实它最重要的特色 其实是它的防御公式 它的城墙 还有它从它旁边的内华达山 它有一个这个 山泉的供水系统 所以使得这个地方 虽然处于高处 但是它面对这个 后来这个天主教的围攻 十年 它都还可以屹立不搖 在那个地方 其实刚刚李老师提到 阿哈布拉宫之所以被域名 还有包括雨果 称赞为这种 所谓建筑的奇迹 因为它是结合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它是有宗教的 清真寺在里面 有防御公式的城堡 还有也是国王所居住的宫殿 所以它在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厅 一般我们来这边造访 大概就是两个院 一个就是石榴院 另外一个就是 最著名的狮子院 刚刚在影片当中也看到 那这一个狮子院中间 其实 对 它中间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狮子喷泉 那总共有12只 那其实有点像 我们中国的圆明园 我们都知道 圆明园有12兽手 每隔一个时辰 两个小时就会喷水一次 据说这个以前 也是设计成暴食使用 不单单只是暴食 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喷水 有一只狮子就会喷水出来 可是除了喷水之外 它其实也是一个象征 国王住在这个地方 当然你看到水 从中间流出来分为四份 这四条河其实也就象征 因为据说以前伊甸园 这个是水源的发源地 也是有四条河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喷泉 分成四条河 水河 酒河 蜜河 还有乳河 就是奶河 你看到水 奶 酒 蜜 光听这个名字 就觉得这是天堂 而狮子又象征国王的一个王权 所以很多人来到阿尔汗布拉宫 一定要来的就是狮子喷泉 周边它其实是一个宫殿 总共有124根柱子 这其实也是当年 我们讲摩尔王朝 它其实是受到伊斯兰文化 还有波斯文化共同的影响 在西方 今天西班牙所盖的伊斯兰建筑 非常特殊 因为一般我们现在看到 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建筑 难得在这个地方 还可以看到东方的伊斯兰建筑 非常特殊的一个 所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不过刚刚两位老师都提到 这个防御攻势的部分 讲到这个话 就不免又让我想到了 我们的男神玄冰在剧中 他曾经跑到一个地方 他是本来是说要到地牢里面 去找那个大魔王 但是很多的影迷 剧迷就是说 到底是不是阿尔汗布拉宫 真的有所谓的地牢吗 我们先来看看 玄冰的这一段影片 阿尔汗布拉宫 好 跟着玄冰的脚步 我们也大致浏览一下 整个城堡的一个 很壮观的一个场面 不过要请教一下李老师 真的有所谓的地牢吗 还是那只是剧情 是真的有这个地牢 就是像我们这个图中 这个叫做阿嘎沙拉 就是它的要塞部分 要塞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圆端有一个椅子旁边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凸起的东西 那个地方就是地牢 因为我没有看过 这个部韩剧 但后来我特别找了一下 就果然发觉地牢就在那个位置 各位可以看 这就是地牢的路口 就是玄冰刚才下去的路口 一模一样 就是要走下去的地方 其实最早有一个传说 就是这个伊斯莫 伊斯莫二世的时候 他有一个当时的一个苏丹 他被他自己的姐夫 叫做莫汉莫德六世叛变 然后就把他关起来 那他本来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 就躲在要塞里面 那最后被关到地牢 那所以要塞在 这个地牢就在这个要塞里面 所以我相信 这个地牢就是当初他被关的地方 所以电视剧里面演的这个地牢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好 非常谢谢李老师的解析 不过西班牙还有另外一个皇宫 一定要去 对不对 就是玛德里皇宫 为什么呢 因为它称为欧洲第三大皇宫 有哪些看点 马上回来 我们继续聊 请别走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